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 我们如果 有一个电视波 它的电场是这样的 H场是这样的 你看电场是 X' 所以要注意 X' 它是往哪一个方向跑的 往Z方向行进的 然后 Y Y面向就是X 这两个电视波 它在两块 无限大的平行金属板间 空气中传播 就是两个无限大的平行金属板 当中是空气 那么这两个平 这个平面波 这个平面波 就在这个平行板内 表面 这两个平行板的表面 一个是在X'0 一个是在X'a 我今天要求 我今天要求两个 到底的表面 电阁力度 以及表面 电油 我们看看这个图 好不好 我们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 是这样的 是两个无限大的金属板 它 Z方向是这个 像这个方向 点真 一个表面 是在 H'0 另外一个表面 H'a 那么这个平面电视波 就在这个当中 往Z方向行进 往Z方向行进 那现在要求 这两个 导体表面的 表面电荤密度 以及 这两个 导体表面的 电流密度 要求这个 那现在 我们来看 你要求表面密度 表面电荤密度 怎么求呢 那我们知道 因为它 是导体表面 导体表面 可以自于电荤 分布 那么它 为什么会有 怎么会产生 自由电荤密度呢 就是因为 这两导体 跟空气 上表面 跟当中的空气 以及下表面 跟当中的空气 这两个 界面上面 有电子波 那么这两个 电子波呢 两个界面有电子波 那么这个电子波 如果 买出这个条件 就是说 不连续的话 不连续的话 它就有 有这个 表面电荤密度 那现在我们看看 在 空气里面 空气里面 它们 电荤的这个 上面表面也好 下面的表面也好 下面的表面也好 就是 X等于0 中的表面 跟X等于1 等于A中的表面 因为它是 perfect Metal Metal 它是一个 perfect contactual 所以啊 它的电荤等于0 那就说 低突是0 低突是0 那么这个突是0 它一定会有 那个 不连续的条件 对不对 不连续 但是不连续就是什么 因为这个当中啊 会产生自由电荤密度 所以我们现在就 利用这一个 连续条件 连续条件 那么 我们现在就要认识 这里头的符号 N突代表什么 我三次说过 N突是什么 N突通常是指 导体表面的 normal direction 是导体像样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我们现在把这个 嗯 现在就 现在就看这个 这个 这 连续条件 它是导体表面的 这个 滑现方向 好 还有就是 金属类的位移 低突等于0 那么 X突也等于0 那么 低突等于0 那 低突等于0 那 现在我们就可以 可以 再继续做了 那么 现在有两个表面呢 一个是 X等于0 X等于0 是导体向外 是导体向外 所以它是朝X方向 对不对 那么它上面这个表面呢 它是朝下 朝下 好 AX 等于AX.D1 因为低突是0 低突是0 低突是0 好 那么 X.D1 那AX 就是这个 那 那 D2呢就是 AX 就是 AX AX 就是 AX 它向右 像正方向传播的 好 那么 这两个招 现在就是 I 所以 就是 I 所以 就是 I 就是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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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有 实行 可以 是 就是 实行 对不对 那 就表现说 这个表面的 表面的 表面的 表面的力度 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 谁所的时间跟位置在改变的 跟电波的传播 形态完全一样 好 好 好 这个是 X的原移处 好 那现在我们看 X的A处的 上面这个表面,它的N图呢,朝下,朝下就是-NX 那么这两个到底以后就是-的这个 那这个我们刚才算过了,前面也算过这个,那它就多一个负号而已,对不对? 多一个负号 那么,因此上面表面 这个自由电脑密度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时间,跟下面这个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时间的自由电脑密度正好,不靠相长 那现在我们再看,第二个要求,自由表面电脑度 这S代表是-Free Current, Free Current, Free Current, like a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什么时候没有Current density呢? 我们本来说,什么时候这H场不连续呢? 因为你表面有-Free Current, 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知道它的界面上面,它是- 词场不连续的话,它这个界面上一定有-Free Current density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H2等于0啊,因为它是在导体内部啊,所以这个数字呢,它就变成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看,在X等于0这个表面 X等于0这个表面,它的A,N2是谁,正比X 正比X,正比X Cross X1 那我们现在把X1带进来,它的向量带进来 AX cross AY 等于AV 它们连续呢,它的分过就是XX形态 它并不是固定的 是固定啊,它的像波一样的,嗯,扯波的, ok 变动啊 同一个位置随着红阶线 下面一个 就是 X点B上底的时候 它就跟这个地方插一个负号 所以它就是负的 所以 上底跟 上底跟下底 它的Current Entity 跟Charge Current Entity 正好在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刻 它的时刻是相反 OK 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你要记得要求什么 Current Entity 要求Current Entity 一直想到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呢 为什么会有呢 我们讲到 如果 界面大陆 H厂不连续 就会有 Current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如果 表面上面的 界面上 电位移不连续的话 它就会有 Surface Charge 我们想到 三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 这个就是 表面 这个面 你看它 它这个 是在正面 就是在负面 它并不是 不是均匀 它有强有弱 然后有正有负 它就是说 有的位置是正的话 有的位置是负的 那这个正好东西 跟这个行进波的形态一样 这个正 你看到这个正的区域 它都往这边传播 负的这个区域 也不断往这边传播 好 那这个是 那这个是 Surface Charge Density Surface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就是一样 好 你看这个 这里就表现出 我们这个 下表面 下表面 好 就这样 你看 你看它这个 Charge Density 我们看看 Density 什么方向 Current Density 什么方向 A B 这个方向 正A D 或者是 副A D 所以它是 跟波的行进方向 一致 一致 因此 在这个地方 这里 波往这边走 它的分布也不是一个 它当中的分布 也不是说全部都是这么重 这个会去 朝这边 过来就是没有 再过来就是往这边 那么这个 也是一种 神经过来 就是神邪心态 好 那么我们再看 第二个第一个 有一个半径为N的 圆形 晶石导 扫起线圈 这个线圈有一个 小缺口 在空气里面呢 它放在YZ平面 YZ平面我们会看图 它就是好像在 跟那个地面的一面 我们把地面上的关机 现在有一个平面 经过这个区域 经过这个线圈 它的电场跟磁场的强度分别是这个 一是这个 一看电场是什么方向 电场是Wide globalization 2 2 那H方面 是Exploration Exploration 它的全部方向是Z Z方向 主要它是用Sine Sine 可以插一个体积 比如90度 Face 不一样 你就怕通靠三远 但是Face 不一样 Face 不一样 好 我们假设 这个平面有没有 假设 A 这个符号 大概 这个电场 表现的符号 A很小很小 A 就是说这个线圈的这个 这个 外界呢 远小于这个波长 远小于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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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波长是什么呢 是电磁波的波长 外界 线圈的外界 远小于波长 这应该是圆小于波长 求线圈缺口的 关键 电压 这次波经过的时候 这个线圈的缺口 会有电压 本来这些线圈 它没有电动式 但是它有个缺口 它不会有什么电压 对不对 那电磁波过去 会有电压 好 所以现在我们 总要是求这个 关键 电压单 那我们就要 来 提问什么 就算电压 那一定是这个线圈 因为电磁波的关系 产生电动式 为什么会产生电动式呢 这个电动式 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电池啊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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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or的产生呢 就是 不是这个 固定的 它是什么 我们知道电动式 有一种就是 跟时间有关 如果你当中 某个区域 磁场学习 就改变了 的话 这就是 反而地固域 对 电动式 就等于 负的 这个层面就是 D5 over T 就是 Flex 和时间变化 我们马上想到 它就有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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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一定要有 这个 电动式 电动式 就是一定要有 磁场 随时 间 改变 哪里来的磁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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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我们说 因为 你要产生端电压的话 一定要有电动势 电动势是由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要求这个 R should be over R should be R should be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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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should be 我们来做 变五一分 基础变五一分的话就变成Omega tosi 这个波力的Omega 就变成Omega 那我们就有 就得到这个了 然后因为它这个A 圆小于Lm 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电磁波 它的磁场跟电场的分布 它是随位置而不同 同一个位置又随时间而不同 那你这个圈圈 我们现在看这个 圈圈在这里 圈圈 那电磁波 从这里通过 它的磁场 比如说从这个方向 H场从这个方向 那么你的圈圈很大 那当中的H场 不是均匀的分布 不是均匀的分布 那么你积分的时候 就不好切 积分的时候不是不能切 你要考虑到它的分布 而且它就是圆圈的 圆圈的面积 这个 在积分的时候 有点难点 但是我们就利用它 给我们的条件说 这个A 圆小于Lm 圆小于 圆小于 它就是很小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一个区域的时候 这个当中 在某一瞬间 某一瞬间 不同位置的磁场 或者是match场 它的分布啊 我们就可以 把它当作是 均匀的分布 就近似于 均匀的分布 如果是 当作是 均匀分布的话 那这个积分 就很好积分了 那这个积分 就是说你看 圆小于Lm 圆小于Lm 通过 卸生力的磁场 在Z等于零处 可视为均匀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 这个时候啊 去面积的奇数 DA 是等于AX 它的方向是朝X方向化 它是在YZ面 你看 YZ面 它的Normal Directional 也去X方向 然后 于是啊 我们就把这个 A 就是 就是 电动是 要等于负的 啊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就是这个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DOT AXDA 本来是这个 啊 那么在这个里头 本来它是 是随作Z而变的 你的位置不同 它整个不同 可是我们刚刚说 啊 你现在把这个 限圈 摆在Z等于零的地方 啊 那么 因为它的A 可以圆小于零的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限圈里面的 呃 X场 和X场 可视为均匀 那我们就说 Z等于零处 就是 限圈存在的位置 啊 Z等于零处 啊 那么 那 均匀 那就是 这个地方 就不考虑了 啊 它等于零啊 它就跟时间 紧跟时间有关 那 T等于某一个 瞬间 某一个定值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定值啊 啊 啊 AX AX 就是E 啊 所以它就变成 这样的一个 啊 一个式 因为它它是均匀的 均匀的 均匀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 提出 提出 提出套到外面来 提出套到外面来 啊 那这里头还没有追效吗 啊 这个提出来以后 里头的气氛就变成 D A的气氛了 D A的气氛了 D A的气氛就是这个 圆圈的涅迹 这个A是半径 圆圈的半径 它的涅迹就变成 好 那这就是 我们就把这个 电动词求出来啦 电动词求出来以后 它要我们求的是什么呢 缺口的端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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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缺口的端电压 我们从电路就知道 在段路的时候 端电压就等于电动词 端电压就是电动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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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当然 并不难 但是我希望 你以后做题目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要如何的下手 考虑 这个问题要从哪里着手 而不是说这个 难的题目以后啊 还是乱事 或者是心以后 就不晓得 那怎么想啊 那像我们刚刚讲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题目 他要理解过什么 缺口的端电压 你就要想到啊 一个线圈 一个线圈 它没有中 一般的这个 磁流电的电动式 没有电动式 它根本不会有电压 对不对 那如果 那么 为什么会有电动式 呢 那我们就知道 电动式 就是 有一种就是 啊 由磁场而改变 磁场改变 随时间改变 而产生的电动式 是 你这样的一个 电动式 就是唐拉迪定乳 唐拉迪定乳 然后你想到这个以后呢 然后 你就可以 不要知道 电动式 你必须要知道 有电动式 怎么会有关电压 对不对 那就是 因为这个线圈 它不是一个通路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断路 断路的话 它的电动式 就是它的关电压 现在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线圈 没有缺口 好 现在有 当然这个过去 电子过过去 还是有电动式 那我线圈上面 随便找两点 随便 随便找两点 随便 随便找两点 有没有电微差 有没有 它有电流 有没有电流 有没有电流 有哦 有电动式 就有电流 那这个电微差 是不是这个 电流成像这一段的电子呢 不是 V I乘上R 本于V 这个电压 压架 仅仅用在什么时候啊 如果这个导体 是一个被动导体 因为它本身 没有电动式 才可以用 如果本身有电动式的话 这个是不能用的 它用在纯纯的电子 如果你这个 不小不要的话 不是 那就是一个 文物还没有缺好 我奉许各位回去啊 赶快看一看 我这个文物降低 很快的中文了吧 赶快复习 所以要把它学好 要把它学好 要把它学好 我们用电子学里面呢 几乎百分之八十 普通物理里面都起来 基本概念 那个 基本概念 就好像一幅图画 图画都变得大 打好奇数 到二元级的电子学 它就是用一些的办法 数学 数学 数学要解决什么呢 屋根本没有办法 解决的问题 但是 没有那么重 所以我希望各位啊 你要必须有这种程度啊 你才可以着手说 那我知道要求电动师啊 你怎么知道要求电动师 那电动师又是什么事啊 撒拉地球 你 有了电动师 你知道要有电动师 你才可以用这个设法 撒拉地球 那继续球 继续球 继续下去啊 好 那么 最后你看 它拐路的时候 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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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拐路会有拐路 拐路 拐路就会有两点之间 它没有拐路 为什么 因为 通常电位差等于 I乘到R 它这个电位差是由 电位降度 因为它有 它为什么 这个地方 有电位差也会有电流呢 这个电流是因为 电位有一个下降 好像一个下坡 这个车子才能滑下去 为什么 电流比车子 压降 好像一个下坡 你车子擺车上坡 不要刹车 它自己滑 它就滑下去 在平路上面 在屏壁上 你没有刹车 如果这个路很平 这个车子会不会自己 会不会自己走到 会不会从A车到B点 但是我们的汽车会不会,就是我不忍不推它 汽车里在外开,它怎么自己会好? 它可以从A点到B点,我没有推它 因为它内部有一个什么? 引擎在推,对不对? 内部有引擎在推 如果这个线圈里头它有电动式的话 线圈里头会有一个飞进电场 飞进电场 那么这个飞进电场有进电场,飞进电场有电场 它就会推动电路了,对不对? 它可以把它推到旁边转 所以说,车子不一定要靠商家多强多动 你去小孩子不一定要从上坡从而下坡 你也可以从下坡到上坡 屏蔽上也可以走 用你不断的用脚去采招 不断的用脚去采招 不是靠这个外面领域 那么电动式就是不容易 这个时候它不是靠压降来推动电流 而是怎么样呢? 它这个电流产生它不是靠压降 而是用这个电动式 比如它是飞进电场 产生电动式 因为它是飞进电场 它这个电流不是靠压降 所以它没有压降 这个在我们的讲义里面 有个力气 就讲得非常新铁 教授 那个贝达力的消失是因为意识里转来的 很大真的 那个电动式后面那个cos 往内可以减贝达 这个这个 因为D等于0 D等于0 D等于0 这一章我们就讲完了 那你要做一个复习 做一个复习 你要整体的概念来看 就是说我闭了眼睛 要想一下 这一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如何从extra equation 导出这个多方层 然后有了多方层 我们怎么要来导出这个平面波 然后 这个威力会很大 就是我们用什么 就是这个 磁血平派 磁血平派 它可以 把电 把space part 跟时间的部分分开来 所以我们解决 所以我们解决 多方层的时候 我们就要解它的space part 然后解一个就好 解电场就好 然后磁场呢 我们就由messor 你会去解决 电场跟磁场的关系 比如说 法拉利定率 安培定率 这个关系我们就知道 电场跟磁场有什么关系 我把这两个带进去去看 哦 原来 这个平面电磁波 它就分成两种 一个是ES 它的对应就是BY 再一个就是EY 对应就是DX 这两种是独立的 那于是我们就 为了方便之间 我们是它一种 它一种 跟另外一种 也是一样的 好 那么 我们就导出了 这个 平面电磁 那个电场 跟磁场 跟H场 那么 这个最后 这个电场 这怎么写 词上怎么写 这个波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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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写 你这马上写得出来啊 就要写得出来啊 嘿 然后我们 我们现在可以 再看一看 好 那么我们知道电场 电场跟H场 然后这个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那就是说 这不关系解决什么 等于μ 就是 es over dy 它等于 负的 e x plus minus over dy minus 这个等于 很好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所以相对的符号 就是 就是 等于 跟 近似于 这个 这个可以 没有这个符号 像 这个 这个 这个关系 特别 要记住 因为你知道这个关系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直到 ex 你可以 直到 ex x plus h by 直到 ex minus h by 你看 plus 这个是正的 minus 这个是负的 这样的计数 然后 像 这个 你跟 稍微 计量 怎么出来的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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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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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